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胡胡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806集的节目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 Yolo Park Mini Series的G1变形金刚 它一共推出了6个玩具 那我是在有一次 我去台北的一个动漫类型的展览 那么它Yolo Park 在当时也有推出他们的摊位 所以说我刚好有机会 去看到他们玩具的实体 那看到实体之后 其实我还是有点惊艳了 因为当时的摆设做得不错 然后G1的形象还是比较深入人心 所以我就上网看了一下 其实价格也不高 我就去弄了一套过来 那么这个玩具的话 我就给大家做个简单的小开合 那我们的话 还是用我们的标准OP 来做一个开场 那我大概讲一下 其实我有跟一些朋友讨论说 有没有人也有入这个mini series 结果不少朋友 对于这种G1的角色 他们反而愿意去选择 布鲁克基木的系列 那我们也大概就做个简单的小对比 如果说你比较喜欢Q版造型的话 那么布鲁克基木的话 也是做得非常不错的一个系列 而如果你比较喜欢比例正常的话 那么这个mini series的 yolo pack的玩具的话 可能会比较适合你 那这个OP的话 它的头部是一个球关 本身转动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它有一个很令人觉得OK的 就是它的这个烟囱 如果你头摆正的话 这个烟囱是刚好可以 不影响你的手臂的平均 360度给各位看一下 那么手臂的话 二头肌是可以转动的 手肘也可以弯超过于90度 手掌由于是一个替换的部件 所以它自然也可以做一个转动了 腰身转动的话自然都不再画下 脚前前后踢都没有问题 这个脚的话最大可以掰到这么多 这个膝盖的话90度 脚踢的话也是有一个这个 可以看到它这个脚底 这样转一下 那是有一个接地的 组合来说是非常的简单 不过呢这个玩具的话呢 你拿到的话呢 你可能会感觉它有一点偏轻啊 把玩起来的话总是觉得好像少了那么一点点 沉淀的感觉啊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钢锁 钢锁的话呢是里头模具比较不一样的啊 它的话呢可以动的地方呢 有手臂 恐龙的这个暴龙的小手 嘴巴的话呢嘴巴往下可以张开 往上的话呢整个锁定去下巴会不见了啊 这个你可能要把它推下来再把它打开啊 这个是下巴会整个不见是比较 比较奇怪的 你往上抬的话它会有一个线位是可能还好 但是你往下呢压过头之后 它就变成一个没有下巴的钢锁了啊 那眼珠子的话呢 非常可惜不能够换颜色 那头部呢可以左右的转动 手臂的根部是一个球形关节 脚的话呢前后左右360度的转动啊都是可以的啊 那么膝盖的位置呢也可以动 所以说它可以稍微的往前面轻一点点 但是它脚踝啊不能脚踝没有可动啊就比较可惜了 这个头太高一点 这个钢锁的一个呃身体打平的状态 这应该是它的极限了啊 好顺便提一下 尾部的话呢也是可以动的 那么这个钢锁的话呢看上去很胖啊 但是还是那么一句话 它的重量呢可能会比你想的 要再轻一点点吉祥物大红风 这个就非常标准的一个大红风的体型了 而最可惜的是它后面的这个轮胎啊 居然没有涂上黑色非常的可惜 至于可动的话呢可能会再更好一点 因为它的造型来说是非常干净的啊 既没有涂出的烟囱啊 也没有这个其他多余的一个摆饰 而它的一个脚掌的话呢 是这个金龟车的这个弧形 这个也是高度的一个致敬啊 它这个腿部的话呢 脚踝部啊也是可以做360度的转动的啊 博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呢 就这么样介绍完成 那么Megatrol的话呢 这个后面的这个炮的话应该是 我是不是装反了啊 应该是要扣成这个样子 好 那它的这一根后面的这一根炮管的话呢 多少会有点妨碍到腰身的转动 会稍微线位到一下 不过影响也不大 它的手臂就没有办法像OP一样完全的平举了啊 它的肩膀突出的这个造型的话呢 是稍微影响到了一些 然后手臂的转动360度 然后拳头当然也是可以转动的啊 其他的话呢 裙甲侧裙甲 然后这里是可以打开的啊 这边两侧都可以打开 那么脚的话呢前踢的话呢 就稍微的会去干涉到一点点 再来就是狂派的所谓的二把手 starscreen starscreen的话我个人觉得把玩起来稍微有一点点 它的这个翅膀啊 还有后面的这个突起啊 干涉比较大啊 它的这个两侧肩膀这两侧部分 在扭头的时候呢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干涉 变成说头在转的时候呢 它的头啊又本身是比较紧啊 我自己觉得这一款就最紧的就是这个天王星的这个脑袋了啊 那手臂的话呢也让可以完全的平举啊 奶色线的并不干涉并不影响 那手臂的话呢这个地方我倒觉得做的不错啊 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好很漂亮的一个一个过渡的一个造型 那么腰身的转动啊这些啊 基本上的腰身的转动的话 如果你的这个腿张的略开的话呢 翅膀的部分呢会去形成一定程度的干涉 声波的配色的话我觉得做的挺好看的 后面的话呢这个不是车轮啊 这个是变成收入音机的时候的这个调节的一个轮子 好的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 Yolo Park Mini Series的几个成员 那这些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期待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